明帝大人 睡魔带领众鬼神 强攻鬼门关 企图越狱 黑白无常 属下在 鬼门关叛乱 交给你们来处置 是 台湖中的鬼门关 是无数三门主徒 全是死的 就一战是上门 什么生死 出门 我等奉明帝之命 前来捉拿 来得正好 先把他乱里杀了 大侠的妹妹就是好 大的宏徒 吃我一棒 儿等临死 明帝 又是你 明帝大发言大声 三七唯一帝王的名号 我正本尊了吗 雕虫小剑 拜见明帝大人 明帝大人 如今五年之夜已到 您该回人间了 五年了 不知道月儿 她有没有在等我 恭送明帝大人 五十二 我一定会照顾你一辈子 家属麻烦接算一下 手术费 五十万 五十万 这五年为了五十二 我的积蓄 早都全部用完了 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 我去凑钱 没钱 没钱治什么病 赶紧凑 凑 凑我 就滚出去 五十万 她也配 就是因为她 才挡了我们苏家的器语 想借五十万呢 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 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谁要答应自无双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月儿 妈在云亭酒店 给你定了朝七夜 只要你愿意去 别说是五十万 让我苏家 养她一辈子 都是可以的 就是啊 姐姐 你可别辜负了妈的一片好心啊 不行 我是叶无双的妻子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背叛她 趁你现在还年轻 还有几分姿色 要不改价算了 无双她不是废物 她一定会醒过来的 你看她能醒过来吗 你看看 她能动吗 她要是能动 站起来呀 你别碰她 姐姐 你看陈上 她说了 只要你愿意嫁给她 她呀 就会给我们苏家五千万礼金 我明白了 你们就是想卖掉我 苏家怎么验了你这个赔钱货 你嫁给这个死财费 有什么行 你能不能学学你妹妹 她可是绑上了永州木的儿子 给我们苏家 带来了无限的风光 我苏月 这一辈子 只会是业务双的妻子 如果你们非要逼我改家 看我今天就死在你们面前 想死 卖也等把你卖了再死 那人都放出去 不要 不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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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要不我们就 死废物啊 你死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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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夏杀将 一胡说 灭西门叛军 展外遇来 民动霸荒 威阵死 封 大夏民地 公营民地 投放人间 您否清理完 来清理人间了 首富金家 献上至尊金卡一枚 全国金库 任您调用 陈一门送上火焰王生死不一本 明帝叫人三更死 谁敢留人到五更 护国将军霸天 托属下送上明帝剑一枚 死剑一出 群雄莫感不同 祖母李巧珍 正在云亭大酒店举办宴会 要为帝后招亲 为上千亿聘礼 随过去苏家抢亲 啊 沈上 傻又和了 沈上快点 招亲马上就要开始了 各位贵宾 欢迎大家来到我云中 书家的招亲爵 为此老身身感柔幸 灯坏了 云亭集团可是世界五百强集团 竟然会出这种状况 也没说你姐姐苏玉 是云州第一美人 上天好坏啊 不我还不干呢 不干呢 当然是人越拖越好 好了 沈少 赵新燕已经开始了 我们走吧 苏家主母 废话就别多说了 快把云州第一美女请出来 给大家见识见识 好 不愧是云州第一美人 瞧这双大长腿 一不留神就会被假死 死你是乃人均奇品 难得 难得 妈 因为生前把我许配给无双 现在他刚死 您就要违背他的遗愿吗 你这个赔钱货 不要再听那个死鬼植物人 他呀 木济这回烧得连骨头都不剩了 诸位少爷 苏玉虽已经为人亲 但是 他的植物老公 是个费者 从未同伴 因此啊 至今仍是完毕之身 你说的不算 除非在我们面前 当场宴一宴 要真是完毕之身 我陈家院贡上黄金百金 已经千万多片礼 我李家愿和苏家签订一个亿的合同 做屁礼 各位少爷 愿意出这么高的屁礼 要求验货 也是正常 妈 他们这是在羞辱我们苏家 你随 没有你说话的份 各位少爷 可钱来验货 你怎么办 我 我来验货 是我已经下了商议聘礼 听什么让你去验货 去 哇他妈真密 操 云州沈家 愿意以反义品 迎娶苏家 双情景 我 沈少不是已经收到苏家二小姐了 这是要亲姐妹公事一副啊 那可是我苏家 八辈子修来的福气 哈哈哈哈 苏小姐 到时候你们苏家二姐妹 在床上 也好好伺候本少啊 啊 沈少 我和我姐姐啊 一定会好好侍奉你的 妈 我绝不嫁给她 谁人不知道看云州千人展的记录 我不要 苏小姐 在场这么多人 你不要让他们误会我 千人展 那是本少五年之前的记录了 现在就差你一个 本少我就万人展了 哈哈哈哈 苏母 本少听说您 年轻的时候 也是云州第一美人 不知道本少今天晚上 能否有荣幸邀请你们 你们母女三人 一块 共赴极乐之巅啊 一块 一块啊 一块 怎么样 沈少 哎呀 沈少 那得 加钱 妈 钱 我们沈家最不缺的就是钱 人 我可以验货了 来人 把苏叶哥送到沈家宅子去 行了 沈少 您请便 不 住手 你是哪儿来的 想法老 我 我 沈 沈少 你敢打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谁我不感兴趣 你也不配让我知道你是 没事吧 沈少 这个不是苏家的直播人最序吗 怎么 怎么能站起来了 也有双 你做个什么东西 还不快跪下来 向沈少道歉 这么道歉 你生不起吗 在沈少面前 你怎么说话呢 哎 你敢打我 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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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不是一杯 白杯烧死了吗 不烧 你终于想了 我该不是看在院的面子的事 就凭你们今天所做的所有事 当处以添乏 当处以添乏 我说 你终于醒了 叶 这几年让你受苦了 叶无双 就凭你这个残废 还想跟本少爷相亲事 就是啊 这可是云亭大酒店 云州最高都能会所 你要神家车我一个亿才能寄来 你个废物 还不赶快滚出去 那我要是废物 那他 连狗都不如 沈少 沈少 他说你是狗 闭嘴 叶无双 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什么身份 你配合沈少抢亲吗 哎 你在床上躺了五年 都是靠我们苏家养的 你身上有多少钱 我们还不知道吗 一分钱都没有 沈少 可是愿意下百亿聘礼 百亿聘礼算什么 我有千亿聘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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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你有千亿 叶无双 你这个跳梁小丑 你就是故意来捣乱的吧 还不自己滚出去 无双 我知道你想难受更高的聘礼来娶我 但是你说这种大话 会被别人受啊 叶无双 我没有骗你 叶无双 这五年来 你吃我苏家 喝我苏家党 恢复了 不知道赶恩也就罢了 还故意让我苏家拿开 我倒是看出来了吧 他呀 就是故意来捣乱的 见不得我们苏家好 担心啊 我们攀上了身上 他就更配不上 我看你这人就是恶心 以前看你穷已经算了 怎么现在心也这么黑 是我的心黑 还是杀人放火的人心黑 三位 我算是明白了 你在这赖着不走 我就是怕老婆没了 钱 这里边有千万 就当是买你老婆的行啊 哎 狗买他你不怕车重是吗 啊哎呦 沈兄你你你别适了 叶无双 你居然敢这样对待我们高高在上的沈大手 我说你快走 沈兄他不会山派甘休的 找死 一无双 我要你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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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叔叔 有人在我们沈家的曲奇宴上闹事 你快来呀 小子 我跟你说你玩完了 我叔叔已经得到了斩神殿朱颜堂主的垂青 马上就是斩神殿的一员 他等一会儿来了 你可死定了 沈少 此话断真 天哪 沈少的叔叔居然要加入世上最有权势的斩神殿了 听闻斩神殿受人极为严格 就连假之千亿的云庭集团 也只是斩神殿中最小最小的附属势力 无双 我们业务跟沈少道个歉吧 不用 区区一个沈家而已 不必 恭迎沈大人 是谁在我沈家的曲奇宴上闹事啊 叔叔 就是这小子 不把咱们沈家放在眼里 还打我 大人 这个业务双实在是无法无天 说不定还是外遇的贼子 您可一定要好好教训他 你在教我做事 你们整个苏家们想不想在云州里 大人 大人 我们苏家绝无此欲 请大人恕罪 算了 我也不与你们几个废物计较 小子 就你看不起我沈家是吧 云州沈家 臭鱼烂虾而已 叶无双 你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废物 你还敢这样说话 还不赶紧跪下 给沈大人道歉 我说 沈大人 我们得罪不起的 要不我们道个歉吧 好吗 小子 如果你现在跪下 如果你现在跪下 磕一百个头道歉的话 我可以考虑饶你一命 叔叔 他打了我这事不能这么算了 怎么可能只是磕头道歉呢 至少要让他自断双腿 好 小子 你若自己动手 我还能留你家够 那就动手试试 叶无双 沈少给你机会让你跪下 还不快点 我苏家 怎么会有你这个废物准血 那场大火 真敢把你敲死 叶无双 求你了 我们就跪下来道歉好吗 我只想和你平平安安的过一辈子 求你了 叔叔 你把这小子抓起来交给我 我定让这小子生不罗死 我说过是他沈长空惹不起我 你们聋了吗 小子 你知道是谁 斩神殿的朱颜唐蠢大衣 下着进斩神殿 我斩神殿想灭一个人 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 我今天就是灭了你 我是灭了整个苏家 又有谁 我半个步子 斩神殿建立的初衷 是为了杀人大象 斩除外女神魔 说是像你们这样 只行妻男胖女吃事 那倒不如就地解散算 小子 你一会儿说那个不配 一会儿又说这个要折兽 现在倒好 还说要解散斩神殿 你怕不是要笑死老子吗 羞辱斩神殿 你惊得不死 沈大人 野无双那个废物 和我苏家没有半点关系 是他侮辱斩神殿的 是啊是啊 大人 请你和斩神殿说明情况 此事与我苏家无关 千万不要连累我苏家 沈大人 我求你了 只要你放过吴孙 放过苏家 我苏月 愿意一辈子为你做牛做马 求你我 月儿 你不要这样 你放心吧 我没有错 能解散斩神殿的 只有冥帝大人 你不会真的以为自己是 万人之上 无人之下的冥帝大人 如果说 我就是呢 我说 冒充冥帝大人 罪该万死 还等什么 动手 沈长空 你为何敢看电影 我不是明帝 废我 不死到临头 你还识 实话告诉 我叔叔不仅得到了 朱延大人的赏识 还在五年前的 封帝衣誓上 见过 明帝大人的英姿 如果说你真的是明帝大人 怎么可能会认不出你呢 是吧 叔叔 那是 五年前 明帝大人 一身白袍 我远远观之 直接念念不啊 可笑 谁告诉你 九龙名炮是白色 小子你还装饰吧 九龙名炮不是白色 难不成是黑色 沈大人 不要理会这个跳梁小丑 请您继续为我等讲讲 明帝大人的 奉帝仪式 我来告诉你吧 明帝乃斩神殿 长三千大戒 刑罚之责 审判世间万 请走在暗夜之中 一身的九龙名炮 是黑色 这苏家坠序 说不尽然还有几分道理 还是黑色的九龙名炮 恨不合明帝大人的身份的 这叶无双 从哪知道的这些事 这个傻子 在床上藏了整整五年 他怎么可能 以沈大人 更清楚斩神殿的事情呢 依我看 他可能是这五年里 做梦当明帝大人做惯了 现在人醒了 凤还没醒 真话你们不信 谎言倒是凤没真理 是真是假 我想在座的各位 自己心里应该有判断 倒是你 为什么总活在梦中 不愿意接受现实 都知所谓 小子敢不敢打个赌 大约有意思了 说吧 怎么个赌法 我们就赌这九龙名炮 是黑色还是白色呢 如果九龙名炮是白色 你就从这滚下来 围着云亭酒店爬三圈 然后学狗叫 最后在我面前自操 好 那如果九龙名炮是黑色呢 怎么可能是黑色 本少给你个建议 你直接下去学狗爬吧 你什么 你你他妈 既然是打赌 这赌注就有输有益 如果这九龙名炮是黑色 我代表沈家 把整个沈家的家产 无数分成 什么 我不会说 不够 叶无双 我沈家资产近千亿 难道还不够赌你一条贱命吗 我为了取悦啊 我愿意奉上千亿品 你觉得我会在意 你沈家那点财产 叶无双 先不说你有没有千亿品 就单单你的一条贱命 就一文不值 叶无双 本少给你赌命 就赌那九龙名炮 是黑 得我赌命 就你沈家里的赌注 是远远不够的 不过 我看在你 还有男人血腥的份上 少有没有这群人长长见识 公商 你不能跟他们赌 我不想再失去你了 这样 你还记得五年前 每天晚上 穿着这个衣服 难道你 你说那件黑色的衣服 是九龙名炮 没错 这我说 别以为随便找件衣服 这套户 传闻这九龙名炮 伴随着明帝大 中神而通了神系 都明帝大 之外的动作 凄惨行奇的词 真行 我也听闻过这个传说 真不愧是三界唯一地方 进来 不会真的是传说中 世间仅此一见的九龙名炮吧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种神物 怎么可能在手上呢 哎 头发长电视馆说的就这样 叶无双 我劝你 还是乖不得自己来吧 莫凡名帝大人 可不是简简单单道歉 是真是假啊 一看便吃 沈大人你们的狗眼 给我看清楚 九龙名炮 到底是黑还是白 是黑的 真的是黑的 真的是黑的 这座工艺如此华贵 并且上面 还有明帝大人特有的龙翼 明帝龙翼 又成斩神翼 只有那位举世无双的存在 才有资格拥有 沈大人 您看出什么来了吗 叔叔 你又不是不知道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稍微花点小心 就能批量生产出这种产品 言之有理 你说这破烂袍子是真的 它就是真的 放你两口 小子 检验这个长袍的方法 只有一个 那就是九龙名袍的诅咒 除明帝大人外 谁穿 都得死 不是祖兽 而是九龙名袍的骄傲 其他人 都不会 本少今天 就不先自揭穿 沈少等等 小队愿亲自为沈少批 共同戳穿这个死废物 坠续的谎言 算你有眼力气 自寻死 我的手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九龙名袍的诅咒生效了 这件衣服 居然真的是九龙名袍 你不缠 这个废物 真的是至高不胜的 大人 我说你 我那天晚上就应该告诉你 我就是大侠名袍 鼠笔杏花 是谁兴许煞气 原来如此 吓死 我刚才还真以为 这件是九龙名袍呢 石大人 石大人你救救我 我的手不要断了呀 闭嘴 我不会没救了吧 没救倒不至于 只是你这条手臂 从今往后就已经废了 你 变人 石大人你告诉我 这个死物他在这骗我的 不要再静点 普通杀气而已 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各位 我已经见底了 这件根本就不是九龙名袍 只不过是一件略有 诡异的普通长袍 略有诡异的普通长袍 沈昌控 你嘴还真是挺硬的 我嘴 事实大家也不顾 他只是轻微受了 一血伤心 并没有受罪 那是九龙名袍剑刺 只是轻微处之 但那是个出犯的份上 才饶他 好 那就让你死个明白 你 你我穿上试试 沈大人 饶命 小的少有七十老梦 下腰 带不得两岁婴儿 妻子更是常年 忘名在床 这是个废物 在场 有没有人愿意 穿上这件袍子 本少愿意给他十个夜 废物 都是废物 你 就你了 石少 就你放了我 我告诉你 你今天如果不愿意穿这件袍子 本少立马得人 去灭了你全家 你少没有惊慌 有我的真气不止 一些煞气而言 保你安全 真是可笑 在九龙名袍面前 你一个一心战将的真气 算得搞什么 可笑 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废 点评一心战将 起来穿 我相信沈大人的干事物 我的 没事 我没事 这不是九龙明皇 这是假的 这是假的 事到如今本少的 还能知道什么 这也许煞气而已 不做话 沈大人 您武功盖世 这点煞气 根本不是你的对手 废物 快滚过来受死 不说 请不带 不是不话 石头未盗 你还在追 快看方才的九条明龙 这件长袍 真的是传说中 世间独一无二 如明帝大人以外 谁冒犯 就会遭到死亡诅咒的 九龙明袍 纯言成真 难不成 这真的是 九龙明袍 这小子不过是个 俗家废墟 怎么会有那么 珍贵的礼物 叔叔 这该如何是好呀 真的是九龙明袍 绝对不是 现在 你们都相信了吧 你又说 没有想到 这九龙明袍 真的在你手上 不过也特别感谢你 给我带来一个 天大的消息 叔叔 那我该怎么办呀 我还没达到万人家 我不想死呀 放心 有叔叔在 你死的呀 沈大人的意思是 要毁冤了 难道云州第一强者 就是在这般大庭广众之下 都已被阻约了吗 对呀 沈大人 你可是云州第一强者 说话可不能不算话 没想到这小子手上 还真有九龙明袍 怪不得这么赌定 是黑色的 这下沈家可难败了 赌输了 既丢了沈少的命 还有失去 加迁一财产 一个是在云州 支手遮天的沈家 一个是苏家气序 臭贤鱼 今天真的要翻身了 我身为云州第一强者 自然是一挪千切 九龙明袍 如果是白 你则滚下来 为者云亭九便爬三圈 边爬边雪狗枪 然后自裁在我面前 如果是黑 则审雄死 我审长公 我奉上审下千亿家赛 至于是黑是白 我沈长公说他是非 他便是非 我说他是非 他只能失败 喂 我想请问 这九龙明袍 到底是黑还是非啊 你来 进我们苏家鉴定 九龙明袍 是白色的 白色的 对对对 不是黑色的 我云州陈家 认定此袍是白色的 刘家服役 于家同意 叶无双 你现在还觉得 这九龙明袍 是黑色的 好一个只鹿为马的 云州沈家 好一群跪地囚奴的 大侠 以你们为耻 叶无双 你还有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 躺了五年了 都与世界脱节了 你还要单纯到什么时候 小子 就算你拿出 九龙明袍又怎样 在云州 谁敢欺负我们 沈大人 快把这废物斩首示众吧 这场闹就 是时候结束 你们 你们怎么能这样 九龙明袍 明明是黑色的 我们为什么要 睁睁眼睛说瞎话 弱者 再怎么挣扎 好 愣着干什么 动手 这一样三界五千年 还没有人说我是弱者 是昌空 邓大人的高眼 给我看看 这是什么 叔叔 你腿这么软了 平地鞋 平地鞋 难不成我抢的 真的是明帝大人的老婆 地后 不少 我就知道你不会听了 什么 还要继续动手吗 不不不 都滚开 不要冒犯明帝大人 明帝大人 是沈长空 有眼无助 冒犯了明帝大人 还请出罪 沈长空 我说过你惹不起我 你现在信了吗 信 信 这件事情 不是 我的错 是这逆子 还请 明帝大人 网开一面 叔叔 你这是做什么呀 是死的 别动了 他真的是明帝大人 明帝大人 这件事情也不管我的事 大人 但是那个臭表子才妖言祸痛 否则 就算您比我一百个胆子 敢抢了明帝人呀 大人 不 这个躺在床上五年的死废物 绝不可能是那三千大戒 唯一帝王的明帝大人 你们绝对是弄错了 实现唯一的明帝戒 不私有钱 而且 好发无伤的 怎么是能救了 沈大人 您刚才不是度了真气吗 肯定是您的真气还留存在九龙鸣袍上 保护了这废物 所以他才逃过了一劫 肯定是巧合 对 明帝大人出席 十大长老 我不相随 战神殿 怎么又护法 你们看看 身边有人吗 别说你是明帝大人 就算你是给明帝大人刷马桶的 我苏家都得跪下 舔着穷 可你 配吗 你苏家 确实连过刷马桶的资格都没 依我看 你就是看沈大人动真格 怕 所以才想要冒充明帝大人 想蒙混过关 我看你这袍子 不知道是从哪个垃圾桶捡来的吧 单凭一件袍子 就想冒充明帝大人 屁 这苏家的消息说的 好像有道理 是啊 堂堂的明帝大人 怎么可能成为苏家的职务人坠续啊 明帝大人武力举世无双 哪会一场就是五年 好啊你个臭小子 本事要差点被你糊弄过去 苏玉 赶紧把这个丢人现眼的前夫给赶出去 审得给我们苏家的天大的麻烦 无双 如果这袍子真的不是你的 你就给大家道个歉 然后再远风不动的 还给明帝大人 那是他们该给我们道歉 一切有眼无助的东西 连明帝界都认不出吗 明帝界乃是护国将军霸天 倾大下数万的能工巧匠之力打造出来 明帝界一出 群雄莫不听从号令 你号令的大军呢 怎么就你一个人 小子 你要是花钱请几个群演 搞不好我还能相信你一点 沈少莫不是忘了 他呀连个群演的钱都请不起吧 你个窮鬼在这装什么 也不说 不要以为你用几招骗人的把戏 用一个假货 就可以四处招摇撞骗 听见没有 假的 你这个东西 就是在拼兮兮花几派钱买来的假货吧 你下次装之前 麻烦动动脑子 也就苏叶这个傻丫头 我看上他 你给我说 今天在斩神殿的地带上冒充明地带 我接着顶着你 有意思啊 你在笑什么东西 我笑你苏家喷出钱贵 主席卖你求助 我笑你沈家欺软怕硬 连狗都不如 华众取宠的狗东西 真让我苏家调敌 业无双 你说你是明帝的 那你知不知道 明帝大人财力卷是卢双 吴公公是天下 如果你业无双 有哪样能比得过我沈家 可以烧你条骨 你就别难为这小子 在云州 谁人还敢说 这两样比得过咱们沈家呀 沈大人呢 是云州唯一的一星战将 随便吐口气啊 就能让你灰飞烟灭 一个是翱翔在天的真龙 一个是路边等死的野狗 这还怎么比啊 云州首富 我一句话便可以让你倾家荡产 一星战将 谈指尖便可以让你灰飞烟灭 完了 这小子真疯了 沈少的把衣片礼 怕是丢你身上 压都能把你压死 我记得方才 某个臭鱼烂虾说自己有千一片礼 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你拿出来啊 在哪儿呢 本少今天也不想难为 只要 你跪下来 像条狗一样 把我们鞋舔干净 舔一口 本少给你一万块钱 还不给沈少舔鞋啊 舔啊 快舔啊 你们怎么能这样 废物啊 要不这样 本少 当着你这个绿婆娘 玩一 玩一次 给你一个一 玩一千字 你的千一片礼 不就出来了吗 对不对 哈哈哈哈 对啊 姐姐呢 我先你三分钟之内 把千一片礼送到 不然灭你满门 我累了 也无双 就算是明帝大人亲至 也娶你狗命 大人 这个狗东西啊 与我们苏家没有关系 千万不要连累我们苏家 闭嘴 如果不是因为你们苏家 我侄子怎会落到如此下场 来人 把这个废物给我碎尸万段 苏家上上下下几十口 全部给我侄子下体配葬 任我 自从苏叶嫁给这个死财费以来 已经被我捉出了苏家的族骨 苏才是苏家的人 请大人明察 妈 你在说什么 你这个赔钱货 惹了这么大的货 还想留在苏家 我没有你这个女儿 此事因你苏家而起 连一个都跑 你这个三费 不是说你是明帝大人吗 怎么出了事 你就当做到乌乖 你是个屁 天呐 我们苏家怎么出了这么个三费 呀 吴生 你能救救妈和妹妹吗 我是看在你的份上我可以救她 但是签一匹你马上就到了 你确定现在走多少吗 少今天就让你死得心浮可浮 我半分钟之后 你还没到你就给我跪下自财谢罪 傅三 沈家五世 三 二 一 一 长手 俗复金家金小姐到 你 我 我的聘礼到了 他就是被语为 落下金美人的金海纳 这种斩神殿中的大人物 怎么可能会来苏家的宴会 妈 我们苏家虽然在云州略了名声 但也不至于能把金家金小姐请过来吧 难道 真的是那个飞舞起来的 怎么可能啊 成父亲家 是斩神殿十大张老家族人 这地除了我叔叔 还有谁能跟斩神殿有关 是吧 叔叔 沈家武士退下 这些事情可别大自寻扬 难不成使竹烟堂主 在首付金家替我美人解决 金家特意前来 为沈家长子婚宴送领 你这个废物 就知道只是凑巧而已 沈大人在斩神殿又如此迷惘 就连首付金家金小姐都特地来一趟 苏兰 以后啊 你可要对沈少好一点 不要像你姐姐一样 千胡 放着好男人不要 偏偏找一个无权无事的父 金小姐大驾光临 我苏家真是蓬毙生辉啊 金小姐 没想到我沈家长子娶亲 竟然能够惊动金家 真是悲感荣幸 沈家长子娶亲 对 此次便是我沈家长子 亦是我沈家未来的继承人 关我什么事 沈长谈不成是斩神殿 通过了对我的考核 金小姐特地过来通知我 在下沈长空 感谢斩神殿对我的认可 喜事啊 喜事 天大的喜事啊 今天可是冲洗礼物啊 那意思是 叔叔您以后是 是斩神殿在云州唯一的电坨 我们沈家全市上会更上一层楼 若早知金小姐今日前来 沈某一定大为三千九席 然后召集云州各路豪杰前来迎接金小姐 叔叔 现在白也不齐啊 对对对 不能失了云州的礼数啊 好好好 是沈某考虑不周 来人 慢着 不我得记住 金小姐首次来云州 是沈某不知名书的 来人 去沈家宝库将那万年胶珠取来 送给金小姐做见面 哇 沈大人真是大手笔啊 那颗万年深海胶珠 可是世上可遇不可求的宝物 世上仅凑一枚啊 在首富金家面前 不止一提罢了 一群屈原覆尸的好狗 吴生 我们就别多是招着金小姐了 你这个废物一说话我想起来 刚才还大言不惨的 说要金大小姐给你送千亿拼 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 金大小姐是为我叔叔来的 你不会真以为你一个电话 就能叫来首富金小姐 只不过是碰运气吧 哦 刚才我说了三分钟后 金海纳会送来千亿拼 你们竟然觉得也是巧 简直不可理喻 小子 金小姐的大名 岂是你这种无名无权无师 只被能直呼的 金小姐 我继续去帮你教育她 金小姐 你为什么要打我呀 打的就是你 金小姐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是在帮你教育她 你还敢听 不伤嘴 金小姐 金小姐 息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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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小姐 小侄生情善良 要怪就怪那恶徒对您出言不逊 金小姐 不怪不怪 金小姐 不要因为今天的琐事 而耽误了阵事 快点进行策封仪式吧 苏家主母 莫小青霜 还是等云州各路豪杰齐聚 让他们开开眼界 玄长人能得到斩神殿策封 怕是巴不得越早越好 可沈大人为了激励我云州豪杰 竟然能按捺得住推迟策封仪式 真来无备开摩 哎 我建议你们 先听听金海纳她想说些什么 叶不双 你想破坏沈某的刺锋一事 金小姐 此子不知身份尊卑 目中无人 请多次出眼军 败坏我云州豪门封信 沈某 作为云州第一强者提议 将此子当场诛杀 以敬孝悠 沈家长子复义 云州苏家 已经将业无双夫妇 逐出家门 从此以后 跟我家再无半点关系 苏家同意沈大人 将业无双就地处死 云州王家 复义 云州陈家同意 云州李家 愿替云州朱浩门除掉此子 这么说 你们都想除掉我 现在求饶 已经来不及了 今日神往就让你看看 什么是猴门 什么叫权势 在我面前你们也配成豪门 也配谈权势 你一个被苏家逐出家门的废 你拿什么跟我拼 你拿什么跟云州 中豪门道 金海纳 黄口小孩还敢放弃 闭嘴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想要冒犯的 是何等崇高的存在 金小姐 您这是何意 金小姐 不必同情辞职 一切都是他亲手造成 此有余辜 金小姐 绝对不能让这种废物 影响到斩神殿的册封仪式 影响到斩神殿浩瀚声音 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是为你而来 金小姐 沈大人 可是受朱颜唐主的垂青 即将败入斩神殿 难道 你也不是 为他而来 什么罗伊 听都没听过 金小姐 您是不是搞错了呀 我叔叔他可是 朱颜唐主 亲封的异性战将呀 异性战将 我斩神殿多如牛毛 难不成每一个 本小姐都要记住 不 不是 也对 斩神殿内 群英汇聚 异性战将 确实算不上什么 那 金小姐 您今日前来 也不是为了云州 百家豪蒙之手的沈家来来 弹丸之地 何来豪蒙 不过是大点的蚂蚁 我斩神殿 弹指皆可灭 金小姐说的没错 金小姐呢 首富金家 集中人 确实是天上 仙子般的人物 使我的 自食神高了 真是丢人丢到家了 在堂堂 斩神殿 十大长老家族 首富金家面前 谈豪满 今日我前来 是寿人之托 来给云州 苏家送礼 云州竟然有着面子这么大 能指挥得了首富金家 难不成 我苏家一直想攀上金家这条线 次次未过 如今 金家给我苏家送来了 破千的富贵 这是何意 千里替你以送至 请叶先生吩咐 什么 叶 叶先生 无双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女儿 你不必多问 我永远都是你的老公 金小姐 您是不是弄错了 五年来 叶无双 瘫痪在床 吃我苏家的 喝我苏家的 不过就是一个 废物坠血而已 连狗都不如的东西 您怎么可能 为他而来呢 苏家弃婿 苏家主母 此言道真 难不成 这叶无双 在成为植物人之前 还真有什么特殊的身份 不行 这种破天的富贵 我苏家 绝不能错过 金小姐 刚才呀 我只不过是说笑而已 叶无双 一日入我苏家 就是我苏家的女婿 怎么可能是继续呢 这苏家主母 可真是不要脸 对呀 前面还暴跳如雷 要将叶无双夫妇 扫地出门 这也正常 千亿富贵在前 谁也不想错过 这是一份 云州西郊金山 百年开洒钱 转让合同 请叶先生过目 什么 我没听错吧 云州西郊金山 每年产出的黄金 价值十几亿 百年就是上千亿 千亿 瀕零 真的是千亿瀕零 我苏家 在云州 也是大家族 可是每年的利润 也就区区几千万而已 这下 翻了一百百之多 妈 我们发达 不是转让给苏家 而是转让给我的妻子 苏月 送给我 月儿 这五年 你在苏氏集团 惊勤恳恳 却因为我的缘故 一直无法得到 公正的对付 今天 我要千亿地还给你 月儿的 就是苏家的 苏家的 就是月儿的 月儿 您说对不对 敢问苏家祖母 方才是谁说的 月儿嫁给我之后 便踢出苏家祖母 再也不是苏家祖父 叶先生 千亿聘礼已送至 我便先行告退 好 在座各位给我听着 对叶先生不敬 便是对我金家不敬 好自为之 公共宋小小姐 我的好姐姐 刚才都是我的不对 不过 我也都是为了苏家好 希望姐姐能够原谅妹妹 月儿 今天的事情啊 只是误会而已 对啊 都是误会 既然误会解开 我沈家 更不好 多人所爱 百亿彩礼 如叔叔 叔叔 别碎了 那行人到了 去个屁 叶先生 陈某公务繁忙 先行告辞 王家告退 陈家告辞 我李家还有事要办 先走一步 等等 叶先生还有什么事情 一句误会 就能让你之前 所做的所有事情 一切 天底下 哪有那么好的事 我想看看 云州沈家 是怎么当场的 以解笑 你不说 不要欺人太事 叶先生 方才是沈某的过程 沈某代表沈家 向叶先生赔罪 是我沈家 对不起叶先生 云州王家 收回之前的鲁莽话 向叶先生道歉 我云州李家 向叶先生 表示最真诚的建议 不够 陈某愿意 百亿财产 向叶先生赔罪 陈家愿用千万换得 叶先生原谅 王家愿放上 一亿赔偿 叶先生 你有什么需求 我李家会尽力满足 还是不够 叶无双 你不要以为 你攀上了首富金家 就能胡作非为 难道 你想跟云州的 所有豪门作对吗 不上 我有个建议 叶先生请讲 在云州 还没有我沈某 做不到的事情 好 沈长空 你风才提议 要联合云州百家豪门 将我当成 那我也有个提议 你这些豪门 自财在此 如何 不说 云州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 如果你想要赔偿的话 沈某人尽力满足 想要我们自财在此 抱歉 别说是你 就是金家小姐在此 恐怕也没那个资料 够了 叶无双 允许你回苏家 已经是天大的恩赦 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就是 姐姐 你不劝劝叶无双 不要以为拿了千亿合同 就能跟云州百家豪门为敌 我没拿千亿合同之前 我不照样跟你们这帮豪门为敌吗 豪女婿啊 咱先不要说这个 到底跟金家是什么关系啊 只是主仆吧 原来是首富金家的仆人呀 怪不得你能拿到九龙命袍 沈某承认 能让金家小姐亲自送来千亿聘名 你这个仆人倒是有基本本事 不过 仅靠这千亿的合同 想让我们自财在此 恐怕还没有那个资格吧 叶无双 我劝你呀 做事啊 凡事留一线 日后我们苏家也好在云州混 你就听老生的 这件事情啊 倒是为主吧 你们怎么能这么说呢 刚才一起联合起来 压迫无双的时候 可有想过之后留一线 这个胳膊轴往外拐的样子 他不过就是金家的一个仆人阿姨 翻不了天的 区区一介仆从 沈某奉劝也不要得尊尽尺 要不然西郊那座金山 可不是那么容易开采 若金家是仆 仆是主呢 金家是不你是人 叶无双 你也不撒不尿照着你自己 你就是给人刷码头 只不让你刷到了金家的码头 你就在这儿胡家 叶无双 我苏家今日才愿意接纳 你还顺干爬 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尊备不分 目中无人 真不知道金家看起来哪一点呢 只有那万人之上 只有那万人之上无人之下的存在 又不 既然我已经彻底得罪金家的仆人 那么我就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杀了 既能为我沈家 省下百亿的谢罪金 又能够继续赢取苏家双米 得千亿合同 那岂不是一世三娘 还有想让在座的诸位承认你是高高在上的明帝大人 仅靠这千亿合同 恐怕是远远不够吧 那你倒是说说 能让你们这群鼠辈承认我的身份 我需要做的什么呢 当然是 明帝大人武功盖世 从独自一人破西域叛军 斩杀万千 那段传说 光是听 就用神莽新神像 恨不得佩服的武体 那你这么说 是要跟我比武啊 正是 沈某惭愧 苦练二十余载 才几身一星战将 远远不如明帝大人 沈大人此言差矣 一星战将 放眼整个云州 那都是所向无敌的存在 云州百万习武之辈 也就出了沈大人一个一星战将 是啊 能进入斩神殿的 整个云州 也就沈大人一位了 什么时候一星战将 也能称所向无敌了 你有双 一星战将的威名 不是你这种仆人能侵犯的 沈长公 那个比武是不是有生命危险 当然 拳脚无眼刀剑无情 我被习武之人 武真刀真香的 如何展现出真实的实力 真实实力 没错 你不说 你不用害怕 沈某到时自会收力 留你一条狗命 不上 不要 他们就是想要了你的命 小子 我们沈家一向宽容大了 你要是现在能跪下来 把那千亿合同双手奉上 再挥刀自攻 说不定本少能考虑考虑 不为难你 可是 你这个自诩云州无敌的叔叔 怕是接不过我一招 威眠 我没听错吧 你小子居然说我叔叔 接不下你一招 叶武说 一心战将的威眠 不是你一个躺在床上五年的职务人 所能比的 你得知蛙罢了 沈某敬你是金家之 没想到你仗是金家要 口出狂语 一心战将 在战场上 也是能恢复万秦兵士 奋有杀敌的存在 怎么 到你这了 就是行敌之蛙了 你也别耗敌万秦将士 叶武说 一心战将的威眠 绝不是你所能披离的 沈长空 十年前 你离一心战将只差临门一角 你为求突破加入北疆战场 抑郁的厮杀中突破 你怎么知道我叔叔去过北疆战场 此事老沈也略知一二 当年沈大人在北疆战场横扫一方 只是未能突破 也算是一大憾事 沈长空 你的事情需要我说出 这个 我搞笑 休得放肆 难不成 十年前那件事还与隐情不成 看沈大人这不要 可能性不小啊 大家不要被他给骗了 十年前 怕他十几岁而已 怎么可能知道那么多事 诸位 切莫听此子满嘴无言 哈 只不过是切战啊 对 他肯定是怕被我叔叔活活打死 现在 开始不变乱造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云州中豪门 竟然陪一个疯子 玩了这么久 真的是可笑了 沈长空 我在民府可是遇到他 就是当年被你害死 买零七条烟魂 现在 休得放肆 不杀 沈长空 你自己说你当初做的事 你当初为了逃务 竟然害了一百零七位将军 落入陷阱 三四位将军 尺乎无存 但比如这件事 就该死一万匹 不 叔叔 这 这怎么回事 堂堂一星战将 竟然被叶无双给一招击败 叶无双说的都是真的 只有自知 战场上欺骗战友 沈长空早在十几年前就该死了 叶无双 你该死 你该死 我叔叔的命 你苏彦两家夹起来都不够偿还 你给我倒下 我等着 这 我给你十分钟时间 用居民沈家的人脉 能请多多权兵 正经我 我叶无双今日 你病情少 没想到猪汤主大驾光临 沈某真是流失原因啊 还请见谅 沈家主言重了 令兄即将败入斩神殿 比我相见 无需夺离 没想到汤主大人 竟如此看作灵地啊 此言诧异 本汤主可是听说 令兄他数年前 意外救了寇国王子 就连此次晋升一星战将 也与寇国关系匪浅 沈家主 这话可不能乱说啊 我沈家那是对大夏忠心刚刚 绝无二心 沈家主不必这样 关键时刻能拿出多少强者相助 才是最重要的 既然如此 他就放心了 哈哈哈哈 我 啊 爸 不如死了 我 我下面也被废了 你快来啊爸 你什么 怎么了 两弟子死了 我 我 那和寇国的县 岂不是断了 在下一局以后 我 真是 那 我主 神家宝宫 让我神家日后 定义猪汤猪马上去找 冥帝大人好 先扶岳儿下去休息 我不去 我想陪着你 岳儿 你不用担心 我自有分寸 岳儿这五年来 为我操了 还被苏南和李巧珍折磨 身体虚弱了不少 李章梅胡 在神医逍遥子 来到云天大酒店 好 今日之事 我沈家绝不会善办甘休 这个业务霜也太过分了 沈少 你一定不要犯过的 沈 等于是你这个骚蹄子在兴奋作了 如果不是你 我也不会被废虎叔叔也不会死 沈少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闭嘴 你这个老目高 等我爸来了 你们苏家一个也逃不掉 今日过后 苏家颜面无存 家族中最强者都被叶无伤给秒了 待会沈家主来了 也得吃夜 不非是朱颜堂主来了 否则 我看这偌大的云州 无人能治得住这叶无双 还剩下一分钟 你引以为傲的沈家 也不行 叶无双 你少嚣张 等会我爸来了 你也一样跑不掉 云州第一强者都接不着我一直 你那个锤锤老蚁的父亲 又能奈我哥 爸这次请动了展身店内深居 高里的猪爷堂 等他来了 你的末日就到了 好 终于来了个稍微有分量的人物 一直都是一些臭鱼懒香 还真无趣 接下嘴硬 待会本少一定要生生掰开你的嘴 把你的牙齿一颗一颗的扒下来 你给我等着 展身店周延堂主到 云州周牧省长翁到 万豪集团董事长罗契云到 九州集团创始人马卫远到 东豪集团负责人邱强到 云州罗家家主罗一鸣到 这是何等阵容 岂不说高高在上的展身店堂主 光是云州五大巨头齐聚 就足以撼动整个云州了 这些人可都是独霸一方的真大佬 爸 你真的被背了 我下面现在一点知觉都没有 叔叔也被那个家伙害死了 你要替我做主 杀了他爸 爸 你真的被背了 你要替我做主 杀了他爸 主位 情况大家一看便知 我沈家 他从来没有吃过如此大鬼 沈家主不必多言 我万豪集团 绝不允许云州出现如此凶恶歹徒 沈家主其爱 九州集团是与沈家共进队 好一个心狠手辣不是天狗地狗之位 当受千刀万剐之刑 沈家主放心 跟随云州有胆子挑衅我的豪门的人 你必不可能让他活下去 还请唐主大人为云州做主 小天 本唐主会给诸位一个满意的答复 我倒要看 是谁在我斩神殿的地盘上 你非作歹 你高中无人的困土 小子 在唐主大人面前 我等云州巨头 都没有入座的资本 更别提独座上手 但论辞罪 你便该受世间万刑 依你们看法 我该如何 依你们看法 我该如何 老人是从宝座上滚下来 跪在唐主大人面前求原谅 那爷难逃一死 只不过 你可以死得更痛快一点 照你们的意思 我狂也是死 狂也是死 那是自然 我说一个唐主 就算是斩神殿没狐亲 也受不起我一拜 小子 竟然敢直呼 斩神殿左护法 九尾狐厚之名 唐主大人 这小子不仅张狂 方才还自称自己是冥帝大人 也不怕折了自己的兽 小子 原来你就是冒充 冥帝大人的伪装 现在跪下来 朝斩神殿的方向 刻一百个响头 没考虑 有你一个全尸 唐主大人 真是心慈守善啊 这个狂徒 如此冒犯斩神殿 你还能给他留个全尸 好一个心思守善的唐主啊 一上来就不分清空造白的给我定罪 斩神殿 这般叫你们做事 本唐主做事自有章法 你敢质疑 我八天将军亲临 根本就不通这小子废话 是谁一巴掌把他带成肉泥 清门那八天将军 成功打成 在冥帝大人不在的斩神殿内 还隐隐地压的九回五后一筹 不知此事何复当真呢 大人们的事 不等绣得脚舌根 看来 床门是真的 冥帝大人 一有五年为藏我事 看来这冥禁谣传 他 别死我了 若此事为真 那便是我云州五大豪门崛起 一里我打下一个举好机会 沈家主此言何意 这冥禁传言 并非空穴来风 这斩神殿可能一日无处啊 再加上这八天将军 就立下这九回五后这日朝 说得是啊 若我们此时集云州势力 苏八天将军扶摇直上青云 此事 我等将是丑龙之功臣 沈来 我已跟唐主大人相比来举断 沈来 我已跟唐主大人相比来举断 我万豪集团 我九州集团 我东航集团 我罗家愿以沈家主为尊 帮沈家主切勿将此的好机会 让与他人 此等天大的好事 我怎能会忘了诸位同僚 怪不得霸天天这位置 我还以为有钥匙虚明 没想这是要忙着独全篡位 区区诸炎而已 本帝要是想灭他 简直是隐福反正 不过 为何还不有心短决 还有你 苏妍 见到本地还不下跪 该当何罪 当何罪 好强的气势 没想到云州还有这个高手 怪不得能杀掉一星战交使张空 没想到 这无名词儿全身仓不漏 李朝阵 苏家瞒得我们好苦啊 冤枉 我苏家也是受害者 业务生早也不是我们苏家的人 各位大人 请明鉴啊 我一无所有的时候 你们骂我是废物 赶我出嫁 我能给苏家签议合同的时候 我们教职言训 好一个苏家 业务生 你给我闭嘴 我至始至终 都不会承认你是我苏家的女婿 都是因为你 我苏家 天才落得如此地步 好 我很期待 等你们明知我真实身份后 别偷了 什么样子 是刀如今 你这瘋狗还敢在这转变 啊 遇到八千千万的草食 连前 丰地晚宴上 曾经是 丰地大人 尽过酒 说你是 丰地大人 那他怎么认不出来呢 没想到 唐主大人 竟参加过五年前的那场 只有大厦 顶级任务 才有资格进入的 丰地晚宴 不等别说是参加了 就算是能远远看上一眼 那都是没白活一世 听说上京云家 就因为家主受邀 参加了封地晚宴 如今 即身于上京三大顶级使家之一 免死云州 就像免死一只蚂蚁 这等密室 诸位甚也 不过 在晚宴上 本堂主却向明帝大人 敬了酒 明帝大人 还曾夸过我 五路横达 大有可为 封地晚宴 我怎么没说过你这个 笑 明帝大人的晚宴 难不成 还得需要你这个 冒牌户的允许 才能举办不成 莫说是你 就连我等云州 众豪门 都无一有幸 参加封地晚宴 见明帝真言 也只有 唐主大人这种身份 才能入 封地晚宴 小子 就凭你这身手 确实能胡到一些世家 但你万万不该 在本堂主面前 冒充明帝大人 什么时候 展神殿的堂主 什么人都能当 什么时候 展神殿的堂主 什么人都能当 大胆 在展神殿 中尉堂主当中 那是可有成就的一位 是儿子 老爷所能飞的 看来 今日有必要学习 整顿一番 美虎 临地剑 大人 地剑一出 非满饮醉血不归 您确定吗 本地的话 不想重复第二遍 留给你们说一言的时间 还有最后五分钟 我放肆 你小子 还真把自己 带入到明帝大人的身份中去了 听闻地剑若出 必服罪是百万 小子 我记你说话的时候 先破过脑子 免得 闪了舌头 中尔主 快把这废物拿下吧 这件事传起了 我怕 毁了战神殿的威名 这场闹剧是该结束了 这场闹剧 是时候该结束了 这场闹剧 是时候该结束了 请求我九尾狐后 狐后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不行 绝对不能让狐后 知道海中神家的勾起 破坏我们的计划 九尾狐法 就是此子 多次亵渎明帝大人 更是私藏九龙名袍 罪不可赦 对啊 这小的 太不把展宇殿放在眼里了 请九尾狐法 将此子就地正法 请九尾狐法 将此子就地正法 此子冒充明帝大人 不信 你们可以搜他的身 他身上 有明帝大人的假戒指 至尊金卡 也是假的 你说 他有假的明帝戒 假的至尊金卡 确有此事 笑 这明帝戒 和至尊金卡 是本护法 亲眼见证 护国将军霸天 和首富金家金海纳 一同献给明帝大人的回归礼 你是在质疑我等了 老夫 还献上了 国言王称此不一本 护国将军霸天 首富金家金海纳 寻一门小有此分 这些全都是站在 大厦顶端的超级人物啊 此子到底有何今天身份 他的身份 是你们在场所有人 都永远仰望的存在 莫说你们整个云州 就算是整个大厦 都无人可与他比你 三千大界 唯一帝王 大厦战神殿殿主 让天地刑罚的明帝 殿如双 拜见明帝大人 拜见明帝大人 明帝 这果真是明帝大人 不可存 居然说明帝大人 谁问此不足惜 你完了我们洛杉要完了 整个云州都要玩了 不我不相信 不可能 这不是真的 我怎么把明帝大人 干车俗家 我是云州的沈家大少 我不会死 我不可能死的 明帝大人 属下来迟还请恕罪 无妨 若不是你来迟 本地还见不到如此有趣的场景 诸位 你们认清现实了吗 我说我是明帝 还有谁敢站出来等我 还有谁 不相信 明帝大人 是我有眼无助 我罗家家主罗一鸣 愿拿出我罗家全部财产 当场赐财 希望明帝大人 希望明帝大人 能留我罗家 血脉不灭 九州集团 从此归为斩身殿所有 我马未圆 愿自闻谢罪 来请明帝大人 不要灭我马家 我沈昌丰 认罪 东航集团 也愿意献上全部财产 我也当场自财 只希望能给邱家留一份火种 文航集团 也愿容死了 你呢 曾被明帝大人称赞 大有可为的朱年堂祖大人 明帝大人 明帝大人受罪啊 属下是冤枉的 冤枉的呀 冤枉 不分金红皂白问罪 以权谋私 只路违法 还想造反 受罪啊明帝大人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宴会 竟能让本地看到 这不凹天大罪 请明帝大人执剑 当平人天消消 优伟 接下来的事情 就交给你来处理 记住 千万不要走路风声 放长线 钓大鱼 属下明白 小妖子 地后身体抱恙 这次请你来 就是为了给他调理调理身体 多谢明帝大人信任 这五年内的毒素积累 就算是年王爷来了 都救不活那个贱人 小妖子 又是他怎么样了 地后他脉象混乱 属下斗胆 需要银针一事 有毒 明帝大人 地后他毒素深入骨髓 怕是因众多了数年之久啊 什么 本帝现在命令你 就算用尽展身的所有之力 也要把月儿给我治好 可 可是 可是什么 缺了一味主要 不知从何去寻呢 给白虎长 明帝大人有何吩咐 有何所需 尽管说来 这天下还没有本帝 取不到的宝物 需要寇国治宝 九转海王冲 今晚海城有一场拍卖大会 会上的压重物便是紫宝 海城 是本地的故乡 正是 一皇爷有五年之久 没有见过本地的家人 正好回去看看 顺便告知 本地的身份 让他们不再受生活支付 明帝大人 这次拍卖会 怕是不简单 这次拍卖会 由寇国王子举办 听说霸天 他也会出席 好一个勾结外敌 妄图夺权的霸天 本地倒是要看看 他们能掀起什么打浪 明帝大人恕罪 属下刚得到消息 明帝大人您的父亲 数日前被害死 现在正在警战葬了 而且 而且什么 快说 有人要将您的父亲 从坟里面发折 好大的胆子 本地刚登顶 是为了他们的安全着想 并没有暴露本地的身份 可没想到还是逃不过自己 去海城 遵命 老头子 你怎么能这样抱怨 我们女儿也不活了呢 你在电子里 一定要抱怨我们老头哥哥 我们已经失去您了 不能再失去哥哥了 无数他已经离开 就是五年 说是要带回一个 世界上最漂亮的媳妇 你快回来吧 怎么骂的臭婊子 就你个老子是吧 混蛋 要不是你花钱把安全帽 我爸也不会死 他妈活该 放开我女儿 什么老公气 今天老子就到你们面 爸就分发了 尸体拿出来 大切八块 看你们俩够了 天地之间还有没有王法了 四一万万 难道没有人管过你吗 王法 他妈在这儿老子王就是王法 我叫王法 小 不要 不要 别老子猜上 都给老子猜上了 都给老子猜上了 你快出声了 小妞 叫老子做事呢 之前没看出来 还有几个人 小妞 哦 不是 啊 火了 没劲儿 老子就是 你这样的 舅舅你别回来我妈 我什么都答应你 什么都答应你 哦啊 闺女 不要啊 他就是个无法无天的坏蛋 老东西 你说对了 老子就是无法无天 给我取了 哦 你哦 我我我答应你 老子短的就是你这句话 你老子过来 老子今天就当着你 天下还有你妈的面 好好玩啊 你啊 走 不要 王国 你这个畜生 你这样子会做到罢了的 十几岁就看见七男霸女 横心霸道 怎么不知道报应怎么写 这 哥 啊 啊 哥 是谁敢欺我业家无人 我儿子终于回来了 哥 妈 小妹 我回来迟了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叶家失踪那个废儿子 我就说今天少点事 原来少个人 好 待会儿给老子跪下 好好看准备 好 哥 你快跑 爸已经被王国给害死了 你不能留下啊 儿子 爸 你快走 我们叶家一定要留火种 不能全被这一处人给毁了 妈 小妹 我这次回来 就在为了给你们报仇的 好 小子 有国欠 待会儿 老子就把坟跑了 为你俩跟你爹的骨头敲敲 哥 你哥 上 你 好 小子 身藏不漏是吧 但我告诉你 你惹不起我 哥 你快跑啊 咱们真的斗不够他们的 他们王家 他还是守着天 儿子 快走 快走啊 若你王家是海城的天 老夜无双 先翻这片昏暗无光的天 子芳 你不仅害我父亲惨死 更是在今日逼迫我的家人 你该死 放开 放开我 我告诉你 你杀不了我 我是海城王家的人 我依附 杀手帮的帮助 儿子 不能杀啊 哥 我们真的斗不够他们的 妈 小妹 没事的 我这次回来 就是让那些欺辱过你们的人 全部付出代价 海城王家舌头帮 在我眼里 都屁不是 你要我说 你不要不杀我 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你向我父亲 你死赔罪 尔儿啊 你快走 快走啊 是啊 哥 你赶紧走吧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妈 小妹 不能走 如果今天我没有来 这狗东西不知道会把你们欺负成什么样子 尔儿啊 妈 小妹 我再也不是以前这个穷小子了 今天这件事情 王家和舌头帮 不但不会再追究 反而会让他们跪着求我们一家原谅 是儿子 妈 或许我们可以去求求猪猪馆 对 梁提猪猪馆工作了二十多年 你要是他手下的领班 他一定会帮着我们的 哥 你先在家里 等我们的好消息 千万别来跑 爸 爸 是儿不孝 和我回来迟了 从今往后 你也见了 你不会再有人欺负我 明帝大人 查得如何 明帝大人 您父亲的死 是有人蓄意为之 是有人发现本帝的身份的吗 海城地下势力 海城地下势力错综复杂 其中更是以舌头帮最为强大 养了大量打手 去替王家做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情 这次就是因为王家 看上了您家所处的小区 想用极低价格买下改造成商业区 于是让舌头帮用灰色手段压架 根据调查 一个月内舌头帮致死十几人 好多居民都被迫答应了他们 一个月还死十几个来者校长 这海城的成熟是谁 真是个笨 海城的成熟叫朱方 朱岩的亲弟 朱岩的死消息没有透露出去吧 我们控制了在场的所有人 保证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备车 带本帝去取九抓海王猪 再来对付海城的这帮老鼠 是 王上 这次拍卖会的规格 朱哥 你还满意 满意 满意 非常 听说这次可是有两个 武器大众要来啊 秘密 秘密 咱哥俩谁跟谁啊 跟我还有秘密 朱哥 你前几天还叫人家宝贝的 难道今天就忘了不成 还是说今晚要人家 好好帮你回忆一回忆 小骚 我来唱老鼠黄金 朱主管 现在可以说了吧 那是自然 这海天拍卖会的秘密 自然可以告诉本生 什么 你说 此次拍卖会是由客户王子去的 而且霸天将军也会来吃 噓 誓言 你干嘛呢 朱主管 朱主管 陈兰芝 叶萱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 怎么敢来这儿呢 朱主管 我们今天来这儿是有要事相求 有事相求 我看 你们是来跟老子找麻烦的吧 赶紧滚 哎呀 我说怎么突然那么臭啊 原来是来了两个土包子啊 哈哈 张雪涵 我没空理你这个骚蹄子 好一个死去鬼 居然还骂我 你 王哥 他们两个好没有礼貌哦 朱主管 今天这么高档的拍卖会 竟然混进来两个土包子 这要是被大人我们知道了 你可是要吃不了兜着走 啊 你们干什么事的 还把他们脱走 放开 看我 朱主管 我们今天来这儿 真的是有要紧些相求啊 是啊 朱主管 求求你 就看在我辛辛苦苦 为你们朱家工作 二十多年的份上 忙我们一次吧 别说二十年 就是两百年 我 不可能帮你们 聂轩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这么蠢啊 也不看看 自己几斤几两 就敢来求朱哥 你可以吗 啊 闺女 不要认识你 听你的意思 你还认识这两个土包 何止是认识 跟他们两个 还有大仇 哎 邦哥 你最近不是看上了 行员小区的那种立马 这两个土包子就住在那儿 听说 还是钉子布呢 你 你是海城王家的人 原来你们是行员小区 老子没有找你 你们倒送上门来了 要不是因为你们这些穷鬼阻碍 这倒就建起山野区了 穷鬼就是穷鬼 就应该滚去贫民窟跟狗睡在一起 拍卖会马上要开始了 你们两个 赶紧滚 你们到时候脏了大仇们的眼睛 你 竹肉 你 看这拍卖会被他们两个弄得乌烟瘴气的 就这么让他们一走了之了 岂不是太便宜他们了 真是晦气 跟蓝石叶轩 打扫干净再滚 死熊鬼 干嘛给舔干净 不舔是吧 不舔 这扒光你们的意思 再让你们听 哈哈 太厉害了 这到底还有没有娃娃了呀 这天地月 难道就没有我们去日本活路了吗 穷人还要什么活路啊 乖乖当着狗吧 要怪啊 就怪你们没什么本事 还要当钉子 两个废物 哈哈哈哈 这一股酸臭味 就是应该好好消消毒了 欺人太深 你敢打我 为何不敢打 黄哥猪哥 你们两个会管管他呀 你们两个想不想干了 跟我上 走 你小子很能打是吧 能打有个屁用啊 出来混 要有事 要有背景 你会拿他 哥 他就是王家的人 小妹 你看好了 哥你怎么听起来的 原来你就是一家失踪五年 那个幼虫 哈哈 原来又是一个群鬼 那就是没有什么 跟他们这样的 他有什么背景啊 王哥 你随便动动手指头 就能灭他们全家 那是自然 本主管看你怎么打的份上 你让这个小天 避免不干净 今天这事 转翻篇 诸葛宽宏大亮 臭婊子 你还不赶快 听诸葛的话 趴在地上铁三家 诸不诸葛 妈 你个大人 你个大亮 我告诉你 今日我不想打开杀镜 只要你们三个跪下来 向我的家人磕三个小头 道歉认错 可以饶你一命 哈哈哈哈 诸葛 黄哥 你们听见没有 就这个土包子 还想让我们下跪磕头道歉呢 臭小子 你是从哪个山沟的跑出来的 因为有点微末的武力 就天下无敌了 啊 哈哈哈哈 小子 你知不知道 这是谁的地盘 小小楼椅的地盘 也需要我关注吗 主考 敢在海天拍万会大方厥词 这可是海城成熟大人的产业 成熟 很大的官吗 废物 你得成熟大人不敬 不知天高地厚的心 恐怕你这辈子见过最大的官 也就是你们策的策子 啊 哈哈 如果我说你们口中所谓的 纯层大人 你见了我那个下跪行动 哈哈 笑话 你们夜家什么家底 我还不知道吗 连你爸的葬礼 都是借钱办的 哥 你别再说这种话了 是 废物 做醒观天的废物 今天本主管让你死个明白 我朱强 虽只是朱家一个小朱馆 那也知道 这种大人的威风 我更知道我朱家背后 为了仅仅只有成熟大人 难道是那位 对 就是那位 战神殿的霸天将军 哇 原来传闻里说的 都是真的 霸天将军之威 本少爷听不成君 还请朱主管有机会的话 多给兄弟引荐一番 放心放心 小子 是你家知道怕了吧 去须楼你罢了 你 朱主管莫要生气 为了这种蠢货气坏了身子 知道 正好本少今天出门的时候 想附近最为顶级强证 作为目标 一会儿 就好好教训教训这小子了 各位大人 我替我哥向各位大人赔不是了 我哥他多年未归 不知道各位大人的身份 请不原谅 哼 子不叫副职货 现在无双他父亲去世了 那就是我这个老婆子的过错了 我这里给你们跪下了 妈 行 这月下跪 这些人 只需要我一臣 扁定击败所谓的枪手 老大的口气 原来是二星战将 这位马大师 被你们王家给挖去了 公主管过意了 老夫 不过是先行二十年罢了 不知一提 还有劳行民主 好好教训教训这小子 皇上 老夫也对这小子早就互满了 店长还敢对陈主大人和唐主大人 估计 来好好称之一般 就你这个 我只需要一招便可以让你努力飞 哥 你又在胡说什么呢 哎呀 小贱人 你可真是有个好哥哥呀 又蠢 小子 一招击败二星战将 你莫不以为 你有斩神殿堂主大人的实验 三脚帽 你也敢放肆 后尚 老夫虽不是什么世间顶级强者 但在海城 还未曾有一败 老夫后绝你还是要有敬畏之心 华大师 还跟这小子废什么话 像捏死一只蚂蚁 捏死他算了 谁是蚂蚁 你一会儿就知道了 老夫看在你家人为你求饶的份上 让你一招 不信了出现了 是华大师的成功绝绝 金钟罩铁布山 我们学会此招 就共是三星战将 小货房都得费一份功夫 那是 马大师年轻的时候 就曾向三星战将讨论 能硬扛起三招 毫发无伤 小子 休得嚣张 马大师 怎么回事 马大师的成名绝技 一掌破掉了 好强 这真是什么事 在朱元堂主大人身上 对我们见到这么强的气势 到底是谁 哥 你好厉害呀 小妹 我没有骗你吧 我是不是一招就把他击败了 我就知道哥你最厉害了 好 好巧 你们三个 你们三个我给你们个鸡 要么给我道歉 要么 死 道道歉 我愿意道歉 道歉 我也愿意道歉 你发誓不要伤害我们 我们就道歉 只要你们是诚心道歉 我自然不会为难你 对 对不起 刚才我不应该为难你们 刚才是我们妄撞了 妄撞了 对对对 我错了 我们错了 妈 小妹 我们先走了 回去等我消息 一无双 我们妾也到了 你还在这干嘛 你可不可反悔啊 我们都已经重新道歉了 放心 我还没这么想去 那就好那就好 我今天来 参加今天的拍卖会 啊 你 海天拍卖会 又是啊 别怪本少没有提醒你了 这海天拍卖会 就算放在整个大厦 哎那都是直接的 每次举办 整个大厦的名人忘终 他都会来参加 这别说是你了 就算是本少 那些车目前都在第三排 这海天拍卖会 自定位 身家过千亿做第一百 身家过百亿做第二百 身家过十亿 做第三把 身家不到一个亿的 你参加的资格 不要当 如果你真的想参加他在会 你可以从有皇家的设计 那本少 哎 嘘 这一无双无子的人 就是算家的国家 大十好八千个大 毕了 我做的最后一 你 哎 既然叶兄弟已经入住皇家 成为皇家供奉 那不需要这么比较 且随我做 第三排 恭喜王上 幼婚议员大将 谁说我只有靠你 才能进入契约会 这一张皇家供奉 一千 这一张 一千 一千 拿剧烟资吧 好嘞 这这这不可能 这里面就来有 三张大厦黑卡 两张手机 接下来金卡 还有 和海银行的 超级断细卡 都是假的 叶家那么穷 叶无双自不靠 叶先生 您的资产满足我们海天 拍卖会的要求 您可以做第四排 这 好可 让我们掌声有请 本场拍卖会的举办者 客国 牧城王子 欢迎各位大厦的豪门对俗 赏脸本王子的拍卖会 这个拍卖会呢 本王子准备了众多 珍惜的客国之后 顾珠君尽请选拍 这客国的王子 怎么长得如此瘦小 嘘 小点少 这寇国人本就受想 寇国王子更是雪白 从这方面也有危险的 可爱什么小话 早就听闻 此次海天拍卖会 有众多寇国珍宝 没想到 竟是牧城王子亲自举办 看来得向家族 多申请一点拍卖资金了 此次拍卖会 定会掀起惊天波涛 牧城王子 今日中座大厦一想号门都来了 你还满意吗 本王子会向成手大人 替你没担心 多谢王子 诸位 诸位 今日子第一件宝物呢 名为大厦祭祀白凡 你确定这是宝不是果扒 名字起得很有水平 食物才是这般模样 这也算寇国珍宝 满意小国就是满意小国 什么东西都当宝 诸位 这件宝物是千年前大厦作为礼物送给寇国的国礼 由于含童量极高 因此发绿光 很有收藏价值 看来这次拍卖会 除了九转海王珠之外 没有任何精神 什么国礼 只是当年大厦随便打发小国的一个残刺品而已 价值连百万都不大 无理 王哥 那岂不是很值钱 你看 至少价值三百万 王哥 那第一件藏品 当然是由本地豪门来拍了 我海城王家 出价三百万 王上 你这么着急做什么 天州方家 出价三百五十万 那我们幽州里家 出价四百万 各位还请给我海城王家一个面子 我出价五百万 强龙不牙底头蛇 熬汤 你就让给王家喝了 后面的竞争 我们可不会再让了王上 多谢多谢 接下来 就是本场拍卖会的鸭手宝物 世上请我扣伙行有的 九转海王珠一枚 这就是我今天的终极目的 终于到到九转海王珠了 听闻将此珠研磨成本分 我延年益寿 烦老奔磨 我必抢 取牌价 一亿 一亿 这种稀罕 这么一亿太少了 我出价三个亿 三个亿也不少了 我出价五亿 都不要争了 如此口口嗦嗦 那得浪费多长时间 我出十亿 王珠 人家是想要九转海王珠 要你 要我 如果是我父亲听的 对着九转海王珠的拍卖 还有几个亿 有少的身价才是你 你妈怎么拍 再告诉大家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本次拍卖会结束以后 本王子将会私下宴庭 斩神殿的霸天将军 什么霸天将军 霸天将军 是斩神殿的霸天将军 就是如今势同正盛 号称宝宫斩神殿的 半水人数的霸天将军 他叫了乌鸢乌汇来海上 共产王珠 定格要不叫霸天将军 王珠 谁能拍下九转海王珠 谁又能够得本王死 霸天将军的私业 明格只有一位哦 家属 我能拍下九转海王珠 就有机会面见霸天将军 快快 把家属内可以调动的资金 全部打到我的账上 拍下了九转海王珠 就等于抱上了霸天将军 和牧尘王子的大腿呀 我出十五亿 我出二十亿 我出五十亿 我海仇王家愿以百亿现金 海下九转海王珠 王家流动资金根本不足百亿 想来是为了此次拍卖 还变卖了不少固定资产 百亿只换取就希望渺茫的机会 算了 我放弃 牧尘王子 既然无人与本少竞争 那就赶快决定吧 一百亿一次 一百亿两次 两百亿 两百亿 现在打下 除了那几个手术超级豪门银 谁能拿出来两百亿买这个 行啊 面生 从未见过 不会是随便组开 咱们说梦里的 一五四 你不要触及我的底线 你兜里有两百亿嘛你就敢瞎 啊 那可是别人一个大豪门都拿不出来的钱 你也别一百豪门 我说梦里的底线 包烦张雪团 刚才给的教训还不够什么 毕童创 开卖会是个小儿戏 没有两百亿的话 看你怎么下台 这是她的名门世家 她呀 不是什么名门世家 而是海诚一个普通家庭 估计啊是不愿卖的家产 才能做第四吧 叶胡双 本王子可不是任你消遣的 给你一个像在场所有人赔罪的机会 否则 本王子要你吃不了兜着兜 能打有什么了不起 以前怎么比着过门本哥呢 我王家可是海诚 乃至数千里数据一只草 还业无双 一个出身寒门的人 怎么可能拿出两百亿 压过王家 在没有十足把握之前 我奉劝你们这些跳梁的小者 不要随便跳出来再丢人线 老哥别信 我们要看 谁才是跳梁小丑 来人 认词 以前 我还没输 不是 笑 若是比武力 本少还能佩服一下 但是比财富 我海诚王家 毕少 什么 刷不起了吧 我就知道你才是跳梁小丑 卡里面余额太多了 机器被刷棒了 什么 开什么玩笑 他去刷棒了 好多灵 这里面的钱别说两百亿了 就算是买下整个海城都说有余 不会吧 这绝对不可能 我从小就跟叶璇认识 他们家绝对没有费劲啊 对 不可能 如果他们家那么有钱的话 怎么可能住在那么老破的小区 怎么可能还会被蛇头帮欺负 我出生微末又如何 我生如蝼蚁又如 但如今 我却天下不说了 牧城王子 抓紧时间宣布吧 好的好的 假的 全都是假的 也学的不可能有这样的哥哥 皇上 你快帮我拍下那九车海王中 人家今晚怎么胡逊你都可以呀 屁 你妈妈你这下相互算 你屁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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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两百亿一次 两百亿两次 两百亿三次 成交 恭喜一不少 看着 蛇头帮办事 独管者速速避让 独管 这是 王子 这是海城最起的地下帮派 蛇头帮帮主 在海城机位不好人 不过没事 他是皇家的人 类似 王少 牧城王子的拍卖会还没结束 还请王少 把这群人打发走了 廖叔 今天是牧城王子主任的拍卖会 开走了 不管他牧城务不成 蛇头帮办事还需要看人不得 今天 上标今日办的事 庞强不乖 哪个兔崽子叫叶无双 乖乖滚出来受死 本想着拍下九转火锅之后 再去解决蛇头帮开 没想到你们居然自动送上门了 这样也好 原来你就是叶无双 居然敢烧火 走 我这个被他杀了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二 三 四 四 屈 墙 凌弱 左肩 犯 客 这样的人难道不该杀吗 老子的干儿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轮得到你的小别三出头 一米长一米 今天你只要对着虎子下跪道歉认错 请自财谢罪 老子就放过你家人一马 老子要让一百个乞丐轮了你的家人 又是一个有点权势 以为能指手遮天的小人物 真是可悲 一夜无双 你竟然敢杀我王家人 这下 就算你是主动要成为我王家供奉 此事也不可善了了 有几个臭钱有什么了解 出门在外 讲究的不光是钱 而是权势 本来我都不得死 我都不得死 但我都不得死 原来我死 本王子宣布 业务商取调四个 王家王凡 与一百亿净派成功 业务商 瞧见 你有钱有个屁股 你不过是一件废物 怎么够这大事 小子快点 老子的忍耐是有极限的 没想到你们这群人实在是有眼 不是我真实身份 今天几乎整个大夏豪门都来人了 大家都看不出来你配有什么鸟身份 乖乖跪下 对我干儿子认错 让我跪下道歉 你也配 那就别怪老子不客气了 上 哎呀 你干什么啊 要说 这小子很能打 这些 马达师都已经背了 操 也不早说 你小子很能打吧 再能打能干得过枪吗 打 继续垮 大厦进枪 你一个地下黑帮瞅瞅 你却得大清广东地下包枪 那又怎样 你不要能杀掉你 保持吊厂扣过来都行 蛇鼠一无 苗珠 别跟这小子这话 一枪绷得还算了 速度如此之快 至少是五星战将级别 这种人物绝不是无名之辈 这小子竟然比苏元汤主大人 还有墙伤不少 魔鬼 你是魔鬼 尽什么英雄 神当杀神 不当杀伏 斩神殿 霸天护法 海城城守 王家家属到 你不把到时候要见识去 这谁这么张狂啊 让你真心见得地肺能很打很杀 是霸天将军 没想到霸天将军竟然清临海棚 我等 真是脸上有光啊 霸天将军都来了 这下业务霜 肯定没办法猖狂 霸天将军 住车手 爸 你们终于来了 臭小子 懂不懂规矩 别打死霸天将军 你是谁在慕重王子的拍卖会场上很打很杀 难道不知道这样会破坏两国的友谊吗 霸天将军 我寇口与大夏友谊身后 岂是这种漂亮的条件破坏 霸天将军就是这个臭小子 他不光杀了王虎 他还破坏了这场拍卖会 而且他现在还想杀三更帮主 本路法道是想见识见识 是哪个狂徒在做法 你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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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公民一大人 啊 不是 不是 拜见你大人 明帝大人 明帝大人 不是神经 还想说罪啊 明帝大人 我还没见你了 大天主 您是不是弄错了 他就是个穷小子 就是一个失踪了五年的穷小子 怎么可能是明帝大人 对对呀 哪 明帝大人不见 我 八天小学 他真是万人之上 无人之下的明帝大人 你在治一本乎法吗 不是不是 我只是这明帝大人失踪多年 死时出现 是否有什么蹊跷 闭嘴 看来 本帝多年未出 世人都将本帝忘了 八天 拜见明帝大人 我等 拜见明帝大人 八天 你是不是忘了本帝的教诲了 刚才你好大的威胁 如果不是本帝 你是不是要不分青红皂白的 给本帝定罪啊 卑士不敢 不敢 你不会以为这些年的所作所为 本帝都不知情吧 八天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勾结外贼 你对大下不利 明帝大人 请明察 八天绝无任何反应 这几个海城参加海添卖卫会 一直是运行公司寻找的人 你还不死心 是不是本帝非要把证据 拽到你脸上 你才满意啊 小姐 不是有意这样的 都都是因为他 不说王子 你跑什么呀 明帝大人 我愿现象 纠存海王军赔罪 好王大人 看在寇国的份上 饶我一命 寇国 区区蛮蚁小国在本地面前 有何面子 放心 两百亿我背 多谢明帝大人 不过 这钱不但是买九转 你的面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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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出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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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人 这事不理智不动力 没有功能有苦劳的 你傻 安令下去 展新店用户坊 勾结寇国王子 玉队大下独立 于今日出展 另外 来给寇国王子 汇过去两百年 如果他们要紧倦钱 我可知道该怎么做 属下明白 带走 别伤了 你只要我了 你不能闪我 另外 再给我准备一场 世纪的婚礼 我要弥补 这些年对月儿的推险 你传令下去 昔日后 明帝大婚 三届内有头有脸的人物 都会来参加 好 正好借此机会 宣布本地的违规 明帝大人 在下周方 是错了 你可知你错在哪儿 我我之前不知道 您就是明帝大人 言语之中多有冒犯 还放受罪呀 还有呢 在下不知啊 我 我兄朱炎 是展身店内的堂主 还望明帝大人 能再看着他的面子上 放过在下呀 你还敢隐瞒 你朱家是霸天的死痛 更与寇国投机 军丝方法 是海城的百姓 于水深火热之中 军丝国投机 你朱炎 死灵机大人 天地可见 我王家从未掺和进霸天 和寇国联合的谋犯之举 还请大人明察 此事确实 要怪 就怪你生了个好儿子 爸 爸 我不是故意的 我要是早知道明帝大人家 就在行员小时 我说什么 也不会动那个地皮呀 王晴 你看第一次 到底做了些什么 不是我 是小虎 是小虎 该死了明帝大人的父亲 你 女子 你个女子 王家在海城顶盛百名 今日 静儿会在你手 明帝大人 死了些小人 滚 明帝大人 你找我问我 错不在我 得我那干儿子的错 黑白无常 你们留下来 处理海城的残词 并整顿战神殿 该杀的杀 该搁置的搁置 不要留任何心词手软 属下听令 公送明帝大人 儿子 我这个儿媳妇 真的是在你成为植物园 在五年时间里 一直都是悉心照亮你 从没电行吗 是啊 月儿她 对我是一片心意 好 我叶家就要这样的好姑娘 哥 你居然不吭不想的是结婚了 都不经过我同意 好了小妹 等你跟月儿见了面 你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呢 你们三个是什么人 竟敢擅闯云亭大酒店 知不知道云亭大酒店 被人包下了 说不下 哎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你哪知够也看见我们擅闯的 好个牙尖嘴里的臭丫头 这不是我的前男友业无双吗 业无双 这么多年没见 你还是这么帅 只不过 还是一副穷酸样 哥 这个就是你大学西线堂的那个女朋友 吃你的助你的 等包上大官以后就凶你的那个 喂我当年年少无知 瞎了眼 不知道会看上这种人 你们怎么说话的 我现在可是云亭大酒店的大唐总经理 我现在可是云亭大酒店的大唐总经理 当然你还是穷小子哥 真是听 我孙女离开离开的没错 你别狗眼看见 我哥的身份可不是你一个大唐经理看不起的 好了 都少说了句 我老婆子还怎么能看人媳妇呢 我们走了 哟 铁游双 没想到你不错吗 居然能在云亭大酒店找到一个工作的对象 让我想想 是负责买菜的王姐 还是灯盘子的小妇啊 该不会是扫厕所的保洁阿姨吧 你 我哥的妻子可是云州第一美人 苏月 笑话 世人谁不知道 苏月被冥帝大人看中 即将成为大夏名号 岂是你业无双的配得上 我说你们三个做梦子 要有限 孙莉莉 我所有一切都与你 我 走 你这个死活难非见也推我 推你怎么了 我还打你呢 这一巴掌是你当初对我哥使乱中气 伐推 敢打我 保安保安 你脚完成你该打 住手 住手 不是这 你知不知道 当初你抛弃的男人 现在是活动 说不就是 为狐 哥 这女人又是谁啊 怎么感觉你离开五年 怎么认识这么多女人啊 儿啊 你可不能对我儿媳妇不忠 老师长 您放心 我马上把这塞的头狗给赶出去 咱俩赶出去的是你才对吧 老师长您是不是搞错了 不是您吩咐我 不要让闲杂人员来拔扰地后大人的休息吗 既然说明帝大人的一家是闲杂人员 明帝大人 您说叶无双这个穷小子是高高在上的明帝大人 你知好歹 属下卫虎拜见明帝大人 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 并明帝大人 展神殿内所有叛徒你全部清理完毕 所有展神殿成员你派往大厦各地 势必要整对人间一切做了自己 办的不错 之后本帝会有家赏啊 谢明帝大人 明帝大人 帝后他已经喝下了紧药 不出数分钟就会醒来 不就这么厚医症吗 当然不会 服了此药 不但能解开体内的一切毒素 更是能弥补这些年来的亏空 消除所有隐患 您先下去吧 是 月儿 我说这是你的好儿媳妇 你终于醒了 嫂子嫂子我是叶仙是叶无双亲妹妹 月儿我欠你的实在是太多了 我这一次回来 我要弥补你一场世纪的婚礼 我要让你成为三千大姐唯一的帝后 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想 不要和你再一次 马尔 · 马尔 2 2 2 儿 2 中文字幕 李宗盛